不要过分计划生活 有人问 我一直在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计划 我制定了那么多计划 但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我该怎么做呢 萨古鲁回答 计划来自你的头脑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手头上的事 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生命本质 来决定花多少时间制定计划 花多少时间做事 如果你是计划委员会的一员 你就只是在制定计划 因为那是你的本质工作 执行那些计划就是别人的工作 不管你的工作性质如何 生命的本质就是这样 每天要吃饭 时刻得呼吸 好好过日子 制定计划也是这样 你只能制定这个计划而已 你可以为明天制定计划 但你不可以计划明天 一个计划只是一个想法 我们能制定的所有计划都源自我们已知的一切 计划其实就是往事的改进版 飘一缕往昔 为他化妆天才 这就是制定计划 这就是一种非常劣质的生活方式 对 我们的确需要计划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随计划按部就班的发生 那意味着你一直在过一种贫乏低劣的生活 生活应该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行进 生活中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没人能按自己的计划按部就班 把制定的计划当作后备 然后进行生活吧 随生活此刻的模样去探索它所有的可能性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有些迄今为止在别人身上还没发生过的事 可能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按照你的计划进行 那发生在你身上的 就只会是那些已经发生过的重复的事情 你人生中不会出现任何新事物 因为你是根据自己已知的信息和过去经验 来制定计划 你必须明白计划要做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完全不计划 你也许连明天要做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该按计划进行 什么时候该顺其自然 实现这种平衡是一种人生智慧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们制定的计划不是源自对生活的远大展望 本质上他们的计划是出于 自己不能面对预料之外的事情的恐惧 这类人唯一的痛苦 就是他们的生活没有按自己设想的样子发生 早上你准备喝一杯咖啡 但是没有喝到 你就会痛苦不堪 却错过了此刻日出的辉煌壮丽 只因为一个鱼不可及的计划 你错过了比这计划宝贵得多的风景 在你存在的这个广袤天地中 在这绚烂多彩生活里 你的计划是多么微小 别把你的计划看得太重 你确实需要制定计划 好知道明天早上你该做什么 但是千万别期待 生活会按你的计划进行 最重要的是 你要常怀悉悸 生活会超越计划 超越想象 超越你所有期待 感谢观看